TVB的电视机我一直就不喜欢 就是无论是早期拍的什么色调英雄传啊 因为我是那年代的人过来的 然后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拍这个色调英雄传 知道吧 然后放那个什么在相府山行啊 早期我们那一代人啊 就是一直都是看各种各样港剧过来的 但实际上我对港剧是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无厘头的设定 里面的恩艳情仇啊 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 他们都是为了剧群而剧群 像什么义不容情里面啊 好人突然变坏人 坏人突然变好人 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拍下去 实际上他们的基本创作能力是很糟糕的 除非他们是改变剧本 像行情剧啊 就可能就拍的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多数的TVB的电视剧 是比我们大陆的电视剧差好多的 我们大陆同期的 即使是同期的 虽然说设备上不如那个 但是从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来讲 是比这个TVB的电视剧更好的 当然我TVB电视剧 因为我们带的是福建嘛 所以看的也就比较多 所以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香港人的这种商业电视剧啊 它都是有个套路化的一个东西 假如你看了很多明珠的话呢 你再来看这个TVB的电视剧的话呢 你会很难以接受这种情节和故事的设定 啊 啊